大家好 这期呢 我再讲另外一本书 叫《心流》 这个也是呢 这个 很多人推荐的一本书 这本书呢 我也看得很过瘾 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在这里也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这本书上说的这个心流呢 这个词呢 比较时髦 虽然说这本书呢 问世已经很久了 90年代就出现了 但是心流这个观点呢 一直没有成为一个网红的一个东西 没有成为一个现象级的一个东西 实际上这个观念很好 他说的这个心流呢 就是最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在认真的做一件事情 进入专注状态的时候 达到了一种妄罗的状态的时候 有了那种超然物外的那种 境界的时候 可以称之为心流 那么这个心流呢 可以是玩游戏 可以是和朋友喝酒聊天 可以是爬山 可以是欣赏一首音乐 可以是钓鱼 打猎等等 就是能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 它是有 就是你怀念那些快乐的时刻 或者是 让你轻松的时刻 很多时候都是伴随着心流的 但是 但是就是这个心流啊 我们看 你钓鱼 产生的心流 打牌 打麻将产生的心流 那和你这个爬山 到达高峰 产生的心流 以及 你认真的完成一个项目 一点一点克服困难 最后完成了 你一开始认为 你无法完成的一个大项目的时候 一比较你就发现 后者更容易达成那种 更加奇妙的心流 作者呢 就是 这本书呢 就讲了这个两层意思 一 尽可能的 做自己能产生心流的事 就是你感兴趣的事 你觉得做这件事有乐趣的事 所以呢 他用了一句话 他叫 享乐 转瞬即逝 乐趣 回味无穷 我突然 我就在讲的时候 我突然就想到一个案例 就是说 你去买一杯咖啡喝得很过瘾 这个是享受享乐 但是如果你自己烘焙这个咖啡豆 自己磨这个咖啡豆 自己冲一杯咖啡再喝出来的话 那这就是一种乐趣 享乐跟乐趣那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境界 尽量追求第二种 那么 心流我们也说了 你玩游戏也能达成心流啊 玩的 不亦乐乎 这个身临其境 在虚拟世界当中 但是呢 你做一件真正伟大的事 你就比方说价值投资吧 在价值投资当中 你买了一个好资产 然后呢 不断的看着这个资产 起起伏伏 大起大落 然后呢 你能忍住 按照你的初心 能不动如山 最后取得了一个 长银的投资 我们就说这个简单的这个例子 这两种 你说 玩游戏 你最后 得到的 多吗 但是你这个投资 你也是中间会克服很多 这个常人难以克服的困难 最后一点点啊 达到了你的那个目的 回头一看 哇 我已经爬这么高了 已经赚这么多了 我已经完成了这么大的项目了 啊 那个 英文不好 现在已经 可以 直接看英文电视电影和老外交谈对答如流了 这等等 这当初都是认为无法实现的事情 到最后全都被你踩在脚下 这同样也是一种心流 那么尽量追求第二种心流 然后这本书呢 明白在这里 基本上就理解了这本书所讲的大意了 那么我们说不可能 每一件事情 你都会产生心流 不可能你永远的就在这个这个推那个石头啊 那个挖往山顶上推那个石头 你不可能就像那个什么 阿拉斯加的鱼一样不断的 费劲的往上回流 你中间的闲暇的时候 还是要有乐趣 那么这些乐趣 你如何安排 啊 这个就是忍者见仁智者见智 但主线一定是选择那条最好的那条最难跨越的最能超越自己的那件事 同时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要有乐趣 书中举了一个例子 还有脑子当中的那种算计 还有对这种棋局的这种欣赏更为透彻深入 得到的那种满足感也更强 大家记住这个简单的例子 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当我们读书的时候 为什么要读好书 我读一个故事会 读那个普通的那个什么 那个 什么三峡武艺 看的也很也很爽 但是你真正读了一些名著以后 你体会到 比方说像《平凡的世界》 穆斯林的葬礼 你再回过头来发现 读这书的感觉更好 是吧 有可能就是读完这本书以后 我会感觉 我感觉我已经明白世间所有的道理了 就有这种感觉 已经不需要再读书了 当你有这样的体验的时候 那就对了 那你真正进入了心流状态 所以呢 这本书呢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本书跟我们上一期 所讲的被讨厌的勇气 这两本书啊 结合着看 先看被讨厌的勇气 再看这个心流 哎 这两本书结合起来就很完美了 啊 好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